主顾一个号称全打GPT 在Tcloud的模型诞生了 就是咱们中国的Kimi KR Thinking 我的看法是不要急于相信它 超越GPT5的宣传 其实它真正可怕的地方根本不是性能 而是改变了全球AI竞争的底层逻辑 我们首先说性能问题 现在网上KR Thinking在很多评测级的评分有的高有的低 看的人眼花了乱 对于我们应用派来讲 让他干具体的活到底好不好用更重要 比如现在大模型应用最广的领域之一 编程 根据一线专业人士的实测 在一些复杂的软件工程任务中 Kimi表现依然远不及GPT5 Codex 甚至有开发者指出它在代码重购中 错过了一个构建目标导致方案不完整 所以Kimi KR Thinking是否完全超越GPT5还没有确切答案 但要我说大家都搞错了重点 Kimi KR Thinking的价值不只是性能 而是来自其极不对称的性价比 当一个开源模型以460万美元极低的训练成本 达到了Sota90%的纸面能力和75%的实际能力时 整个战局就有可能被彻底颠覆 过去OpenAI及美国AI公司的核心护城河之一 就是强大的融资能力和大规模算力基础 这既是他们的优势 也可能成为他们的致命弱点 一个依赖数十亿美元投入 指望高价API收回成本的商业模式 突然要面对一个性能接近 但API成本低10倍的竞争者 这就是某些行业负责的重演 高利润高壁垒的专有系统 被足够好的低成本的商品化浪潮彻底冲垮 创新者的拥经理提到 小钢厂炼钢的质量 有一天达到大钢厂的90%时 大钢厂纷纷开始破产 如果KIMI这种高效率低成本的模式成为常态 那么OpenAI的资本护城河 就从资产变成了成本负债 这对那些背负着巨额融资 和高昂计算成本的AI公司而言 可能不是一场震动 而是一次致命一击 关键的胜负手来自于模型的基础能力 是否还能一路狂奔 那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